贝东丹计划分流马六甲海峡 克拉地侠陆桥寻求中国帮助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南华早报2024年8月25日专题报道 泰国新任总理贝东丹是否会寻求资助克拉地侠的陆桥项目 随着新任泰国领导人的上任 外界普遍猜测他是否会寻求中国援助建设大型克拉地侠陆桥项目 好家伙 贝东丹上任不到一个星期就准备在地缘政治经济上玩一个大的 拿克拉地侠做文章 这个地缘影响力是巨大的 它的影响力有可能改变整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 克拉地侠的陆桥项目 也就是在克拉地侠两侧搞海铁联运 在南海与孟加拉湾各自兴建港口 中间用多条铁路来往穿梭 进而逐步取代马六甲海峡的地位 大家别忘了 西方列强在围绕着马六甲附近的海运 已经经营了几百多年 全球的海运贸易也是集中在马六甲海峡的 泰国现在要在克拉地侠这一边做文章 无论是路桥还是运河 他都将改变 以马六甲海峡为中心的海运贸易 这是泰国新任总理贝东丹正在考虑做的事 那有人问 为什么是陆地桥梁海铁联运而不是运河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咱这么说 仅仅是海铁联运路上通道 在克拉地侠搞陆地桥梁就已经非常的逆天了 啥意思 地缘意图太明显 足够让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甚至美国和日本 惊掉下巴 在克拉地侠上做文章 无论是铁路连接港口 还是运河 都会从根本上改变马六甲海峡为中心的全球海运贸易 以及地缘政治经济格局 另外我们知道修建港口铁路远远要比兴建运河 无论从时间上空间上还是成本上要实惠的多 在这里搞路上桥梁可能两到三年的时间就可以完工 如果是运河可能需要至少五年以上 在这里边政治变数太大 如果步子卖的太大 使得泰国没有办法收场 这里边的政治逻辑是这样的 泰国的目标最终一定是克拉地侠的运河 但是一步到位可能性不大 首先被东丹本人的任期 工程跨度太大 意味着承担政治风险也就越高 很有可能看不到项目完工 自己就已经被赶下台了 泰国之前可是有前车之鉴啊 在泰国十年前当时的总理英拉准备与中国成建 从昆明到曼谷的高速铁路 然后中间就有人拿这个做文章把英拉赶下了台 被东丹不是不清楚这一点的 另外对于被东丹本人来说 位于克拉地侠的项目是自己的政绩 也同时成为造福泰国千秋万代的大型工程 他本人希望看到陆地桥梁项目的竣工通车 虽然不如直接建设运河 但是无论从工期上还是地缘博弈上压力相对较小 但是话说回来 无论怎样 哪怕是克拉地侠海铁联运 地缘战略意图实在是太明显了 即使是海铁联运 泰国依旧得到了在克拉地侠两侧 分别是太平洋的南海和印度洋的孟加拉湾 得到了港口码头的全套设备与设施 而且当项目完工并且投入使用之后 参与方的势力一定会深度介入 谁能保证这个东西最后不会变成运河呢 有人问 如果变成了运河 那么海上贸易就节省了成本 对于泰国来说 可以收取大量的过路费 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问题在于 如果克拉地侠的运河完工 并且投入使用 那将是不亚于苏伊士运河 和巴拿马运河改变地缘格局的大型工程 它将影响东南亚乃至全球 围绕马六甲海峡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 也就是说 凭借它在地缘上的影响力 泰国的这一举动会得罪不少人 其中包括美国日本 甚至包括东盟的一些国家 也就是说 泰国能否承受的住在地缘政治上的压力 是一个未知数 从泰国的角度 通过海铁连运分流一部分马六甲海峡的货运 收取过路费 人畜无害 不伤害任何人 但是周边的国家 与外的国家 其他的国家可真不这么想 他们这些国家看到的是什么 你这个叫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你的目的最终仍然是运河 只不过今天用路桥作为过渡罢了 因为这里边还涉及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屋子里的大象 为什么这么说呢 无论是路桥还是运河 对于泰国来说 他都没有能力进行承建 也没有任何能力进行安全保障 不要忘了 在这个地方 无论是陆地上的桥梁还是运河 泰国都需要提供非常强有力的军事保障 这种改变全球地缘格局的工程项目 泰国是绝对没有这个能力去进行安全保障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 泰国在这个时候需要帮助 而且唯一能够提供承建和保障的国家 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我们看到了 刚刚过完38岁生日的被动单 绝对不是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子 他的政治远见非常的强烈 有点依靠中国通过三步走模式 实现泰国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这玩意跟谁学的 我真的不清楚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最后成型 对于泰国来说 那是造福千秋万代的 通过建设克拉地侠两侧的港口和中间的铁路 中资机构就开始参与到这个项目了 也就需要提供适当的安全保障 这里边可以通过武装泰国自己的部队 也可以中国自己出资保护 然后当这个项目 这个路上桥梁开始运营的时候 就意味着中国更加深度的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 也就需要更多的安全保障 在这个领域 泰国是提供不了这种安全保障的 只能中国单独参加 最后铁路变成了运河水到渠成 这就是被东丹的三步走策略 被东丹看到了 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项目重塑全球贸易秩序 所以可以充分利用一下 实现泰国想达到的战略目标 虽然现在这个项目仅仅在初始阶段 但是它的地缘政治意义已经凸显出来 虽然路上桥梁不如运河 显得有一些不完美 但是它是现阶段泰国自身实力允许的施展范围 无论怎样 只要中国把自己的力量投放在克拉地侠 那么以后地缘问题就是中国的事了 泰国仅仅提供主权背书即可 比如说这时候西方媒体会指责 中国的参与破坏了泰国的主权 然后泰国政府就可以说 这是我请中国过来的 中国只不过接受了泰国的邀请 然后我们会看到很多年以后 泰国实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 克拉地侠运河 根据消息 贝东丹的这一举措 被外界人士普遍认为是加深 中国泰国两国之间的深度友谊 在8月18日新闻发布会上 贝东丹表示愿与中国加大合作 加深友好关系 文章称 用路桥项目取代搁置已久的 克拉地侠运河 可以分流一部分马六甲海峡的货运 同时在政治上没有那么敏感 根据消息 路桥项目大概需要286亿美元的投资 中国方面尚未对此表态 据说中国港湾工程公司正在考虑 不过还是那句话 只要政治上解决问题了 工程上应该不是问题 南华早报引用了美国学者的分析 无论是克拉地侠的路桥项目 还是柬埔寨德崇 湖南运河还是中亚天然气管道 都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行动 文章还引用了泰国公知的说法 目前泰国国内担忧中国影响力的人越来越多 使得这个项目这个工程一开始就遭到了广泛的质疑 由此可见西方在泰国培养的走狗们已经开始带风向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秋后的蚂蚱 蹦的不了几天了 他们也知道一旦项目开工就意味着中国的影响力更加深度的参与到泰国的经济建设当中去 中国在泰国的话语权进一步扩大 也就意味着这些美国培养的代理人 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无论怎样 无论是路桥还是运河 三步走还是一步到位 只要克拉地匣的项目开工 就意味着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开始转变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想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